聽說這首歌剛才是用國語來詮釋 可是原本它好像是一首台語歌對不對 為什麼公司不讓你直接唱台語就算了 國語竟然都那麼行了 因為台語可能太難了吧 我是覺得對我壓力好大 而且我們那時候變成了國語 然後我們聽到這個歌曲就是蠻適合的 然後感覺可能更好 所以我們確定了用國語唱這首歌 看起來好像他一開始還有考慮 真的要用台語來詮釋這首歌的膽子 好 那這個時候還要問一下 其實膽子真的越來越大了 尤其是國語又講得越來越好 但是這一次在微電裡面 第二次跟理型導演合作 是不是那一天壓力又很大了 其實去年我們也拍了影片 那時候更緊張 更緊張 對 因為理型導演每一次看到我就很貼心 然後他好像真的我的爺爺爸爸的感覺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就很溫柔 就是很溫柔的感覺 是啊 所以這次在拍攝的那個現場 都沒有假這樣 就是只有很開心 所以這一次拍攝的現場 完全都已經在有 不再害怕理導演在現場 完全就是很像看這樣自己的爺爺一樣的一種感覺 就充滿了愛這樣子 好